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除了入门的研习之外 还有一个叫进阶研习 所以把这边改成进阶 然后把时数部分的话 只要有参加的老师全部都是两个小时 然后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那把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把它删除掉 所以选取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删除 那把这个编号呢 把它删掉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我又有第二次的研习 那我希望能够帮我把什么呢 入门跟进阶 这个等下进阶两个字再把它改一下 入门跟进阶的时数帮我加在前面的话 也就是说呢 所有老师有20个 但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有参加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不是用眼睛看的 而是怎么样 而是你要先比对 也就是说这个老师 跟着一下 应该是这个老师他有没有参加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啦 插入函数里面我们可以用那个 就是数学与三角里面的三米符 那当然三米符的话呢 前面讲过就是说呢 他会跟你要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range 我前面特别强调range跟criteria 这个两个其实共一组的 range指的就是那个范围 里面有没有什么条件 那意思是说呢 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呢 后面的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某一个老师 如果有的话呢 帮我把什么呢 他的时数加起来 那所以呢 range跟sum range 这个sum range都是一定是个范围 加回来之后 当然我们向下填满 我希望能够做一次呢 就可以把两个 那个入门跟进阶帮我加在一起 那这当然有点难 有点困难 不过也是复习前面的部分 那请各位稍微先试一下 开启那个教师研系 这个统计表 然后并且先把什么呢 把序值2复制到序值3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修改的地方 主要是把那个入门改成这个进阶 那延期时数呢 本来是1.5跟3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把它改成那个 全部都是两个小时 那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也是头尾 试一下 希望做完之后 最好可以一键完成 比如一键完成之后 你以后要把这些资料拿去做报表 或者做枢纽分析表用的话 或者做图表的话 那可不可以一键按下去 自动产生 以后你就不需要再下任何的 这个公式 可以产生的话 那不就更方便 那其实前面跟后面是有因果关系 很多人是讲说 枢纽分析表 图表那些报表要怎么做 那实际上你可能 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花很多时间在整理资料 因为你不可能 随便把资料丢给后面的 你一定要先整理好 他要的那个格式 栏位 有没有 该有的东西 你不能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所以前面的话呢 可能可以去利用 比如像我们现在教的函数 或者VBA 不过我觉得慢慢 你用久了之后 你会发现VBA 其实会更好用 只是说这两个怎么搭配的话 那我们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实作之外 还有思考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用在你工作上面 活用就对了 所以刚刚这个问题 第一个 有14位老师参加 实处的话 有3个小时 有1.5小时 第二次的话呢 就进阶 所以把选择2 按住拖拉 复制一个 那头尾 对 就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老师 没有参加 所以把它删掉 编号重新编一下 记得那个向下填满的话 只要你按Ctrl键 它就是编号会增加 这个的话是 如果你要 重复资料 就是Ctrl键不要 不要按住了 那这边把它改成进阶就可以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后面两个是两次演习 第一个是我们的总表 那总表里面的话 我希望看到就是 哪些老师有参加 那有参加把时数加过来 没有参加的话呢 保持0 大概就这样子 OK 那我要怎么做 比较简单 第一个当然我们 会想到用Sumif 这前面用过 所以Sumif 第一个 那当然Sumif 这个函数 其实函数我一直强调 你不用背的 你用理解的 而且这上面都有相关的答案告诉 就是说相关的提示告诉你 所用的范围 有没有 这个range 跟criteria是一组的 所以range指的是 criteria一定是指的是前面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在哪个范围 哪个范围 就要去查 所以在入门的这一次研习里面 早早看有没有这个老师出现 OK 所以基本上 一定是找一个范围 criteria一定是那一个人 有点像什么 criteria有点像关键字 那range指的是 那个范围里面 大部分都是栏位 所以criteria里面我讲过 如果你有万用资源的话 你可以加个什么信号 或者你可以加个什么 不过这个地方 然后你可能要用and and 一个信号 这样子的叙述方法 他就知道说 比如说哪个 你只知道那老师姓王 那不知道王什么 那你可以用一个信号去带 criteria 我们前面有讲过可以用这样 那不过目前 他因为他是全名 所以直接就给一个名字 他会帮我去找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老师 有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什么呢 把一样是 序折二里面的实数加起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 再把它移到中间 criteria 特别注意 range跟sum range 都是在另外工作表 就是序折二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他前面会自动帮你加一个工作表名称 加一个惊叹号 值得就是在那个工作表里面的那个范围 去帮我找找看 找谁呢 找王庆路 有没有 有的话呢 帮我把这个范围加起来 好 那因为呢 做完之后 当然你按确定是没有错 不过等一下会有向下填满的问题 那向下填满的话呢 前面的人一定会改变 但是呢 这个范围跟这个范围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范围 B3到B16呢 按一个F4 选取之后按F4 那当然理论上 其实锁列就好了 所以如果比较标准的话 当然你要按F4 F4两下 就是把列也没有 锁起来 那这个也是一样 F4两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按确定之后 再把它向下填满 那基本上呢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入门班的 时数通通加总过来了 你会发现1.5 三个小时 也就是这个理事员老师1.5 这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连个小时 但是呢 我们还有进阶班 所以进阶班的话 当然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不需要重做 你可以加什么 就把前面的公式怎么样 因为呢 这个公式跟序字3 它有部分的公式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 好 加号后面贴上 那其实后面的话呢 你只要小心一点 有两个工作表名称要修改 序字2改序字3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打勾应该就可以了 那你想说那个范围好像少了两个人 当然你这边可以改成14 14 不过其实这边你不改应该也没关 因为范围里面两个好像没有嘛 空的 所以应该不影响 但是如果 比较完美一点的话 比较正确应该是 再把这个范围 因为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第16列会变成第14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再把这边改一下 14 其他就不用改了 所以其实只要改范围 再改少两个人 少两个人 这样的话呢 其他就完成这个工作表 进阶班的那个 研习时数的加总 当然不过你会发现 用这个方式的缺点是 你如果有很多 比如说研习假设有很多场 其实如果超过10场的话 那应该就不适合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公司一直串 一直串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用VBA了 而且要跨工作表的加总 不然的话 你光要串串串串串 哇串不完 可不可以做出来 可以啦 可是呢 感觉上 似乎不太合理啦 因为等于好像有点像人工 那如果未来 你又多增加一场研习 怎么办 你又再加一次吗 再越来越长 那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的sail檔案里面 那公式长到一个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一直串一直串嘛 是可以 可是其实 感觉 如果处理简单的事情 用函数OK 但是 如果比较复杂的话 可能还是要考虑用VBA去解决 然后把他打勾一下 OK 其他锁应该不用改 那直接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 时速又多两个小时 也就是有参加的老师 他又会再把原来的时速再加上去 好 他就完成了我们这一题的这个练习 就是用三密符来做两个范围 入门 就像这一层一样 然后把一些水果炒到一层上去 那些水果炒到一层上去 你会把水果炒到一层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